不是所有光头教练都会玄学,亨利执教手袖施力,摩纳哥遭遇五连败水也没有想到,去年还是法甲亚军的摩纳哥,这个赛季竟然身陷降级区,要知道,一年多前的摩纳哥,有着姆巴佩,勒玛尔和门迪等一众天才少年,如果摩纳哥能够将阵容维持多两年,说不定这个赛季就有资格去竞争欧冠军。 然而,摩纳哥在一年的时间里,几乎将一套首发阵容卖光,狂赚超过五亿欧元,最终,功勋主帅雅尔丁为摩纳哥的战绩遭高背锅,俱乐部在10月12日将他解雇,从2014年开始执掌摩纳哥,雅尔丁满打满钻,在这里度过了四个赛季,他带领着这支没落豪门掀翻了巴黎圣日尔曼的统治,并且带领摩纳哥杀进欧冠四强, 然而俱乐部的目标是成为欧洲第一黑店,最终将所有人卖光之后,也将雅尔丁解雇了,摩纳哥将这个赛季的战绩糟糕归咎于雅尔丁。 按照俱乐部高层的想法,摩纳哥要完成宝级那只是轻松的事情,所以邀请了海布里之王亨利执教,毕竟这位贤阿斯纳巨星在比利时国家队的助教岗位尚干得不错。 更重要的是,法国一直有着光头教练的神奇传统,比如当初齐达内执教黄马,谁也不看好他,最终却带领银和战舰欧冠三连霸。 亨利执教首秀是客场挑战斯特拉斯堡,摩纳哥派出4-3-2-1的阵容,法尔考单任单箭头,约维迪迪奇和哥洛恩分居两翼。 沙特利、蒂勒曼斯和阿霍卢坐镇中场,比赛第17分钟,22岁的门将塞尔杜西出现严重失误,拉拉助攻阿德里安托马森首开记录,法尔考在第37分钟因伤离开,格朗希尔在对方禁区抬脚过高,被裁判直接红牌罢下,此时他才出场2分钟。 第84分钟,莫第八挑射破门扩大比分,蒂勒曼斯点球颁回一城但无力回天,最终,摩纳哥1-2不敌斯特拉斯堡,此战过后,摩纳哥遭遇各项赛事5连败,法甲联赛4连败,目前排名联赛倒数第二,仅已经胜球优势没有垫底,亨利没能像吉拉德和兰帕德,或者是奇达内一样,取得执教首秀的开门红, 面对首秀失利,亨利在采访中表示,虽然结果不好,但我想看到球队积极的一面,原本,我们也可以成为领先的那方,但我们没有做到,原本亨利有望取得持教首秀,毕竟摩纳哥的实力还在,无奈拔而好受伤下场,不是每个光头教练都有着玄学,毕竟那可是奇达内的标志,摩纳哥遭遇五连败,亨利还是要更加努力。